快過年了 餐桌上面一定要有魚 象徵年年有魚 而其中您看到 象徵著昌旺的白昌 漲價漲一成 隨便一條 都要一兩千塊 白昌魚乾煎後就能起鍋 肉質細緻綿密 又象徵年年有魚 是年菜必備好夥伴之一 但看看價格 好像今年又步步高升 這隻945 一隻魚逼近千元 聽得婆婆媽媽心在躺血 應景的白昌 因為需求大增 價格漲了一成 小的一斤出頭 價格逼近千元 大的兩斤多重 一尾還上看兩千多元 一千多太貴了 一千印象中才多大 大概六七百塊 新鮮當然就價格比較高 過年貴一點點沒關係 來一趟濱江市場 不少人還是向這位大哥 開心過年先把省錢放一邊 比較熱門的像是水姑娘龍蝦 一隻要一千一到一千五百元 比手還長的海草蝦 五隻一斤也要六百元 外型淘洗的紅條五百元 本來就量少價貴的圓雪 一斤則破一千元 蝦類的一定會比較長一點 因為畢竟大隻的蝦子量是稀少的 然後越大的蝦子可能越搶手這樣子 今年年菜唯一吃的不心痛的可能就是干貝 直近兩個五十元大的三L級北海道干貝 已經從去年的兩千四還降價三百 來到兩千一百元 這個是北海道日本干貝 因為中國好像是日本的那個核廢水 所以他拒絕跟他們買 所以變成臺灣就吃到便宜了 過年團員又想多省點錢 今年特別考驗 主夫主婦的智慧 記者 河仁凱六居台北報導